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一可穿戴外骨骼研发团队 正在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助力瘫痪病人奔跑 并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第二届 访称学奥运会中 实现每分钟40米 每小时2.4公里的 竞速目标 目前这款可穿戴外骨骼 已经可以帮助下身瘫痪者 独立站立行走 上下楼梯等也能够轻松实现